永生高中這架架又是一條鞋 那條鞋就是這條鞋 當然它不是剛好一模一樣 因為後來在整治人工化之後 我們會把它稍微拉直 天然的溪流 它是會找適合土壤的地方去流動 所以天然的鞋都是外來外去 基本上很厲害 我們做成人造的增高之後 就會把它稍微拉直一點 因為這樣旁邊的土地才好利用 不然原來我去旁邊的很多棋林地會 會很難用 信義區公所與信義社區大學 透過漫遊信義文化節 推出多條走讀活動 其中一場特別來到台北市政府 推動的廣辭博愛園區 來了解周邊的歷史人文故事 來參與的民眾 都是對於在地文史相當有興趣 有一點藍綠色的是天然的水 就是K 山上來的K 黑色的才是鹿 像這細線的 這個就是山花壁那種水溝 比較大的就是主幹線 這個是水門 然後主幹線再來就分小的 就是每一區山 旁邊那條水溝 在飲水的那條小水溝 這個水門在哪裡 普林街跟福德街的交叉口 對 所以福德街為什麼 那個水門這邊過去 路會那麼寬 其實它底下有一條很大的 以前舊的柳公鎮 我之前去訪問那個 鳳天公的一個副主委吧 還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委員 他以前在柳公捨立會上班 所以就很清楚 那個寬度大概最沒有六公圖以上 就差不多幾乎兩個車道寬 因為它是一個主要幹線 然後來到這裡 還一直走走走走走走 我們今天往那邊走 我們會走到這一頭去 一直跟福德街外 中國南路尾這個地方來結束 然後另外一條 因為這個水門再分一條 聽一下 福林街 就以前的福林街旁邊 也有一條水準 有那個支流 就往上面一直走 灌溉這個旁邊的邊 那這條過來就是灌溉 我們那個三角峽這邊的邊 現在中校東路是怎麼接的 中校東路是在 在這個上面 這一條是永期路 1939年高展迷景 全台灣大概只有20輛左右的車 全台灣喔 差不多20還是30台車 公車沒什麼 蘇林的差不多這樣而已 所以那時候沒什麼車 那時候連摩托車都很少 那時候連要買腳踏車 都不是普通人買得起的 所以那時候的路不需要大 那個牛車過得去就好 對 所以以前的車的寬度 是用牛車或馬車來算 就一條路只要牛車可以走 這樣子就夠了 那我們今天 信義社大跟 特別很榮幸 跟這個區公所合作 然後從3月到5月 我們都是有一個持續性的 一個漫遊信義文化節的 一個系列活動 那今天呢 我們特別跟我們這個林里合作 希望來走讀我們廣池 柏外園區這個地緣關係 很濃厚的這樣的一個社區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鄭老師 帶領我們的地方學走讀 能夠讓更多民眾了解這個 未來我們廣池 柏外園區這附近 它的地緣 我們會有很多的新舊著名的一個共融 希望未來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新的一個社區風貌的一個產生 然後我們長期在推動信義地方學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收純取用 讓我們更多民眾了解 地方對於這個長期在地有一個著力 就是我們的地方學的發展 然後希望更多民眾來參與 能夠包含像我們的 未來廣池柏外園區 會有很多的新舊著名 在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互相的一個融合 一起來做一些公共藝術創作的一些活動 參與走讀的民眾戴上耳機 聽老師導覽 一步一腳印來走讀在地人文 信義社大老師也向大家介紹 廣池柏外園區的前世今生 帶領走讀的民眾進入時光隧道 然後還沒開工之前 這個廣池開發案的這整個園區 那再靠我們前面 現在看到的是公園的這塊地上面 其實以前有六棟房子 它的名字叫福德平宅 福德平宅 那有六棟房子 我給大家看一張 在網路上找到的一張老照片 這個是這位陳漢中先生 在民國59年 1970年的時候拍的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 如果要看 其實應該到我們另外一個對角去看 那個角度比較準 他是從那邊拍過來的 所以前面這兩排 就是在這個公園的房子 後面這個就是廣池 就隔這一條馬路 就是如果現在往這邊走 那一台挖土機旁邊那一條巷子 當然現在施工圍起來不能走 以後弄好它是可以過去 有一條橫的巷子 那一條巷子就是這條巷子 就是這個房子跟這個房子中間 這個圍牆旁邊這條巷子 所以這邊這個圍牆過來這一片就是廣池 然後後面你可以看到三角下 就是我們今天的終點 那個禮辦公室那邊的四層樓公寓 然後這邊這兩排就是 在我們這塊公園上面的福德平宅 那這邊的這六棟所謂的福德平宅 然後當年是為了照顧那些低收入戶的國民 然後去興建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安身之所 所以我整理一點點簡單的基本資料 它是在1970年 就是剛剛看到那張大圖上面寫的 同一個年代 1970年蓋好 剛蓋好的時候拍的 那這些低收入戶他們住的那個房子 其實很小 就差不多八坪大左右而已 它主要是提供給單身的 或是那種剛結婚的 每一種不同政策蓋的房子 它各自有不同的使用對象 就像我們現在的房子一樣 所以有的蓋的叫社會住宅 有的叫青年住宅 因為它的用途不同 用途不同的時候 設計的目的性空間就會不一樣 那時候這邊的這個房子 就我剛剛講適合單身 或是剛結婚的那種 家裡人不多的 所以它坪數很小 大概只有八坪大 然後總共有六棟 這六棟的名字 可能現在的人來看會覺得很八股 哈哈 明有明智明想 然後 民生明權 用這些名字 然後總共可以容納504個住戶 每一戶大概八坪大 然後這個八坪大 在那個年代 說小不小 說大也還蠻大的 我曾經問過的一個 最多的 到目前為止 問過最多的 八坪大的一戶 一家住八口 你都很難想像 八坪大 如果你常去玩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你只要去住飯店 稍微好一點的飯店 一間都搞不好不一定是 不只八坪 你想想看那一戶人家只有八坪 還有一間廁所 廁所廚房 就是所有工人 全部都在那個八坪裡面 然後我問過最多的是住八口 雖然剛開始只是 適合住兩口 或是帶一個簡單的小孩 可是因為家裡人多 小孩又生 然後可能爸媽又老了 八個人 就一家三代人 貴人 住在那個八坪裡面 然後這些房子呢 在2015年的8月28日 開始東共拆除 然後其實以前拆的時候 最後留下一棟 要做展示館 所以我在懷疑說 社會局安排了 以後在我們那個大樓裡面 有一個展示空間 說不定就是這麼來的 因為那時候 因為有一些文史單位的夥伴 可能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最後呢 就留下一棟 所以要做為展示館 就是像現在一些團隊在做的 那個紀錄的事情一樣 以後相關的歷史什麼 會在那個展示館裡面被呈現 可是當年 並沒有特別給他什麼特別的身份 所以在不久之前 就被悄悄的拆掉那棟 所以後來就 同樣的展示空間 就變到新的大樓裡面去 我猜這應該是有連帶關係的 那這個是 有幾張比較早期的照片 有一些是最後一棟 還沒拆之前我也來拍過幾張 那以前就是兩大牌 那中間有些廣場 讓居民可以活動 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它有兩種不同的高度 然後中間呢 等一下會提到有一個青山公園 那中間後來還弄了一個 一個滿漂亮的公園 這樣子的狀況 社大老師說 由於過去的在地歷史資料 保存下來的不多 因此人會透過田野調查 逐漸累積當地的資料 留給下一代 來了解當地的故事 所以它那麼長的一條路 它都不是一次弄的 所以我現在在調查 就是很希望把那個時間 也能夠把它查出來 現在知道它的過程 可是到底哪一年做了什麼事 就很難弄得清楚 因為以前這些事情 可能官方會有一些基本紀錄 可是都在什麼資料 他們的什麼檔案庫裡面 我們也看不到 那以前也不太特別說 新聞會去一一報這些地方上的事情 所以我們比較難知道 然後再來隔兩年 1974年 有沒有 你看這條路旁邊的空地 還有溪幾乎都不見了 所以你就很明顯看出一條路 路的樣子 有沒有 有些地方還亂亂的 還看不太出來 有沒有 這個是房子嗎 對 然後後來這些 有沒有一排一排的房子 都出來了 空地就只剩一點點 所以那個那個路的樣子 溪變成路的那個狀態 就更明顯 就看得很清楚 這邊也是 房子就慢慢開始長出來 旁邊的空地就慢慢慢慢慢慢 不見了 然後這條也是你看 水準就變成大馬路 變成大馬路 因為被加蓋了 以前是中間是溪 左邊一條小路 右邊一條小路 所以中間加蓋之後 就變成一條大馬路 所以從地圖上你看 這大條 就是福德街 就是福德街 這條就是福德街 這條就是福德街 這條就是廣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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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廣池轉一下 從這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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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較後來的 這個是 更晚一點 民國72年 那個時候 就差不多這邊的路都弄好了 溪就都不見了 你看 再更早幾年的這一張 有沒有 藍色的 這個就是溪 就是我們剛剛看那個地圖 比較早的 還沒有全部加蓋的 你看 地圖上還有標這個溪 這邊也有 有沒有 藍色的這個都是溪水 都還是溪水 廣池博愛救濟院 這是比較早期用的名字 這個地方寬 為什麼變窄 名義在哪裡 因為這條路 那個水準 到這邊來之後 就轉彎了 就沒有過去 所以它就是單純只有路 這邊是寬 是因為它有路 還有水準 所以等於是 比普通的路是 大概兩三倍的寬度 到這邊是只剩下路 沒有水準 所以路就變得比較黑 所以你看這個路的寬宅 還跟那個水溝有關係 所以你透過這些地圖 然後還有地方上的 長輩的一些說法 去把那個故事拼出來 還覺得蠻有趣的 透過導覽介紹 讓參與民眾 彷彿搭乘時光機回到過去 也更了解屬於廣池 博愛園區的地方特色與故事 只有了解過去 才能夠展望未來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